大家好 我是陈岳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我们节目多次谈到中国自主操作系统 特别是被寄予厚望的华为鸿蒙操作系统 最近有多条消息和鸿蒙系统有关 涉及到鸿蒙系统的海外布局 鸿蒙系统方面 对于俄罗斯被美国科技制裁之后 俄方相关智能手机厂家 想要接入鸿蒙系统的一些回应 那么以及呢 谷歌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 其团队发生动荡 高管离职 引发了鸿蒙系统超越谷歌下一代 这个FisherOS的讨论 那么客观的说 华为鸿蒙系统在多年的自主研发之后 在多频兼容性互动性 以及即将跨越设备生死线障碍的诸多方面 确实展现出一定的战斗力 那么市场上当前讨论的所谓 鸿蒙系统超越谷歌 超越苹果系统的说法 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都清楚 鸿蒙系统的硬伤 当然是它的市场占有率不高 和苹果系统相比呢 可以说是不是一个数量级 那么同样的 和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相比呢 自然也不是在一个级别之上 那么面对谷歌研发的安卓的下一代操作系统 Future OS真的具备优势吗 另外华为官方此前发表声明 明确否认了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手机 要在海外进行布局的消息 其背后究竟又有什么样的深层次考虑呢 大家都知道 华为始终是站在国际视野来看待自身的业务发展 华为在全球业务布局已经多年 而且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有其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业务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呢 华为的任何一项重大的研究项目 其视野都是基于全球化未来的发展 不可能仅仅是放在中国大陆市场 所以如果外界认为华为鸿蒙系统 未来只会专注于中国市场 那么可能就会大错特错了 那么华为手中握着的这个鸿蒙系统 其背后的国际化路线 究竟在下一盘什么样的大旗呢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做深入的探讨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三月底的时候呢 有一则报道 我们之前节目中也给大家介绍过 基于美国的制裁呢 美国谷歌公司已经停止认证 运行安卓操作系统的俄罗斯BQ公司的智能手机 并且宣称BQ已经在测试中国华为开发的鸿蒙操作系统 而且对外放话说会在2022年的下半年 发布一个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新一代的智能手机 俄罗斯BQ公司的总经理还表示 他们收到了来自于谷歌方面的通知 声称美国法律禁止向俄罗斯提供服务 包括出口转口 以及向俄罗斯提供美国原产的软件和技术 这则关于俄罗斯智能手机公司 与华为这个鸿蒙系统的新闻易经发布 也就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鸿蒙系统扬帆出海 一夜之间刷屏 外界纷纷讨论之际 中国科技企业巨头华为官方就迅速的做出回应 声称截至2021年年底 已经有2.2亿台华为设备搭载鸿蒙操作系统 并且华为方面声称 非常感谢大家对鸿蒙系统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期待 但是重点来了 他华为表示站无计划在海外 推出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手机 这是当前的一个回应 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与大家的分析呢 就指向到一个明确的结论是 华为手机当前自然是受制于芯片 没有芯片自然就无法大量的生产手机 实际上不要说在海外布局 即便是在中国大陆市场华为的手机呢 那么也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去华为的各种店经常能够看到很多消费者想买华为各种型号的手机 结果呢 一问店里面的销售啊 这个人员呢 哎 结果都是没货没货没货啊 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啊 一个现象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 你说现在让华为去海外进行布局鸿门操作系统的啊 手机 而且呢 又没有太多的这个备货的话 那么相关的广告市场推广呢 肯定节奏上是有问题的 而且呢 不现实的 所以呢 华为的此番回应 我们之前就说过 对吧 华为自己 他的声称是自己没有打算在海外推出鸿门操作系统的手机 那么至于其鸿门操作系统包括他的HMS 就是华为的啊 移动服务的相关平台 他的软件生态 是否会认证其他国家相关正能手机厂商的品牌去进行使用呢 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也有朋友会说 对吧 既然中国拿不到美国的芯片啊 指的是华为公司 那么现在呢 美国方面也在制裁俄罗斯的科技企业 你怎么能够有把握说 俄罗斯的科技企业 特别是智能手机公司就能够拿到美国的芯片呢 或者说即便不是美国的芯片 美国在啊 这个长臂管辖 科技供应链制裁方面 不会把俄罗斯给围堵了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好问题 那么相关的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呢 当然就是俄罗斯的科技企业 俄罗斯的手机啊 智能手机公司 对吧 如果他要去选定某一款操作系统 那么自然是有其相关的计划 即便是仅仅处在研发与测试阶段 那需要使用的备用芯片不多的情况下 那么相关企业自然是有他的打算 就如同今天的美国制裁华为的啊 这个芯片研发部门 华为之前的芯片研发是在全球是首居一指的啊 无论其使用的先进制程还是其算力啊 包括人工智能在里面起到的作用 实际上华为以前的芯片呢 麒麟系列的芯片是非常的优秀 但是美国制裁了华为 哎 可是并没有影响 华为在这个芯片研发部门进一步的投入 进一步的啊 招兵买马 进一步的进行下一代芯片的研发 对吧 也就是芯片的设计工作 虽然相关的设计产品设计出来之后 没有办法找到代工厂 为华为进行生产啊 所以呢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不可能为俄罗斯的科技公司 想到他所有的供应链途径 也没有办法去解决 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 如果他有这个需求 那么鸿门操作系统 是不是可以给他进行适配 以及呢 华为HMS的生态软件的体系 是否可以供俄罗斯的企业来使用 那么这个里面 与美国所做出的科技的长臂管辖供应链的控制 这几者之间又是何等的关系 我想这一点呢 才是讨论的焦点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 回归到华为公司 其呢 毕竟是一家商业科技公司 那么其所有的作为 必须为自己长期的商业目的来服务 所以先如今 华为对外声称 不会在海外推出 搭载鸿门系统的手机呢 那自然是基于其商业目的和长期布局的打算 所以也就不足为奇 作为一款跨平台操作系统 鸿门旨在打通手机电脑平板电视 对吧 汽车 智能穿戴设备等多种设备 以前我们就说过 鸿门操作系统是面向物联网时代的操作系统 与我们所说的面向移动物互联网时代的操作系统 包括安卓操作系统以及这个苹果的APP 这个不是APP了 就是苹果的AppOS或者是苹果电脑的MacOS等等 那么苹果操作系统呢 实际上面向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呢 就崛起了这两大操作系统 那么另外呢 我们在桌面这个互联网时代呢 也就是我们常规所说的电脑 包括笔记本和台式机 过去的操作系统基本上就是Windows的天下 我想很多朋友上学啊 使用的这个 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电脑 基本上呢 搭载微软的系统呢 这是一种常态 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呢 微软曾经也去研发了自己的操作系统 甚至还收购了诺基亚 包括塞班系统等等 那实际上呢 微软在移动操作系统方面呢 应该说是不成功的 而移动操作系统就成了安卓与苹果的天下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是过去我们说从桌面互联网到 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 那么再往后呢 是面向啊 智能社会啊 所谓物联网时代的操作系统 其形态又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么安卓和苹果 现如今的操作系统的形态呢 恐怕未必能够兼容未来的 新的这样一个物联网时代的操作系统的要求 而且我们看到 这个鸿门操作系统呢 它是兼容全部安卓的应用 以及所有的外保端的应用 鸿门系统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华为自己使用的商业版 叫做HominyOS 另一个呢是开源的叫OpenHominy 用华为自己的话来说 是不会提供商业版本的 但并不限制使用开源版本 而这一点和安卓是一致的 那么据市场的上面传递的一些消息呢 就指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在2012年曾经发过警告 现如今华为要做终端操作系统 是出于一个战略的考虑 如果啊外界或者说呢 现在呢指向非常清晰的就是美国方面 突然断了华为的供应链 那么安卓系统不给华为使用 包括Windows当时的啊 这个Windows分8 也就是当时的这个Windows的移动端的操作系统呢 如果也不给华为使用 那么华为的终端业务消费者业务 是不是就傻了 那这个呢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先生呢 在多年前的一个战略的判断 多年之前就有声音指出 华为内部存在自主研发系统的项目 但是一直呢没有被华为方面承认 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 从2018年开始 华为方面就松口承认 该项目确实存在 并且已经有了一些年头 2019年华为官宣鸿门操作系统 2021年6月2日晚间80 在鸿门2.0操作系统及华为新品发布会上 华为宣布鸿门系统正式搭载到智能手机上 在此次华为的回应之中 也明确表示 暂时不会在海外推出搭载HominyOS的手机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鸿门系统不会出现在海外的手机市场 基于开源的OpenHominy 那么俄罗斯BQ公司可以在OpenHominy上研发自主的UI系统 对于操作系统而言 生态为王 有声音明确指出 如果BQ或者其他海外手机制造商有基于OpenHominy的UI的问世 那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理解为鸿门系统的衍生版本出现在了海外市场 华为暂时不会在海外发布鸿门手机 更多还是与当下窘迫的被美国打压的环境有关 对于华为所强调的暂时不会在海外市场发布搭载HominyOS系统的手机呢 由业内人士分析 华为之所以这么做与上游断供以及海外市场环境脱不开关系 2019年开始 美国政府对华为进行了多轮的制裁 导致其高端手机系列无形可用 这一点和我们前面分析的一致 市场份额呢 也是一路下滑 庶民的数码机构都发布各种报告与分析 那么都显示呢 2020年的华为智能手机产量是1.9亿台 从全球第二跌至全球第三 2021年华为手机产量大幅下降至3500万台 全球市场占有率从2020年的15%萎缩至2021年的3% 另外除了芯片上的制裁 华为还遭受到谷歌方面的断供 新发布的手机产品无法预装使用谷歌的GMS的服务 并且2019年的5月之后发布的机型都无法直接获得 谷歌官方的Android的系统更新 包括Gmail、地图、YouTube、Play商店等等在内的各项应用与服务 产量上供给不足 海外手机用户的使用体验断崖式下降 华为手机在海外市场可谓是陷入窘境 经过这一次俄罗斯的BQ事件之后呢 占卜出海似乎已经成为外界对鸿门的普遍认知 但实际上华为对于鸿门出海仪式表现的是极为严谨 一再强调的都是鸿门手机不会出海 鸿门系统本质上呢 是一套覆盖所有智能硬件场景领域的操作系统 它并非仅仅是手机操作系统 这一点要非常明确 华为也早已经计划在海外发布搭载有鸿门系统的产品 比如说中国大陆有非常多的电子产品 那么终端制造商 他们的产品会覆盖全球 比如说这个汽车智能汽车 生产微波炉的对吧 生产冰箱洗衣机电视机 反正方方面面 在全世界的占有率很高 那么既然他们已经在中国大陆开始销售 搭载鸿门系统的相关产品 那么这样的产品直接销售到海外去 其自然就是搭载的鸿门系统 那么这一点大家观念上要有转变 操作系统已经是面向未来的物联网时代 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桌面操作系统 以及手机操作系统 所以它的形态会更为复杂 也会更为灵活 随着物联网趋势的向好 操作系统迎来改变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 广为使用的Android和iOS系统都是属于 叫做红内核 简而言之就是把很多东西都集成到内核之中 各种进程和内核高度紧密 无法单独拿出来其中一部分的功能 即使只需要一行代码 也必须将整个系统重新编译一遍 在业内人士看来 微内核将会成为行业下一次发展迭代的方向 基于微内核的系统或者是软件 更为方便的在跨平台上进行互联互通 其核心模块相对独立 比红内核可以说是更为底层 只提供最基本的核心功能 需要什么模块就可以进行直接的添加 那么相互之间的是独立 而且不受影响 也不用担心模块之间的配合问题 当前 谷歌已经在开发基于微内核的下一代操作系统 叫做Future OS 那么苹果的操作系统主要是以红内核为主的混合内核 也在引进一些微内核的概念 而红门OS天生就是微内核的设计 至2021年年底 搭载HominyOS的华为设备超过2.2亿台 华为之联所谓的HominyOS Connect第三方生态设备发货量达到1.15亿台 合计超过3.3亿台 预计红门OS有希望在2022年到2023年 跨过全球活跃设备16%的生死线 也就是呢 大约要做到5.6亿台 根据华为所披露的合作伙伴名单 当前已经有美迪 九阳 苏波尔 老板 方泰等等 21家产品类的这个企业 搭载了鸿门的操作系统 但是这些企业的主要市场 都是在中国大陆 那么在海外市场的开拓方面呢 对鸿门OS的帮助有限 想要取代安卓和iOS两个巨头 那么华为前面的路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的艰巨 那么对华为来说 鸿门OS的出海 一则能够暂时稳住其海外品牌的影响力 另外呢 也可以为日后铺开鸿门物联网生态 要去做准备 美国打压华为 实际上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了一个 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一场 宏观叙事的场景之中 华为对于鸿门的期待 一定不只是搭载 鸿门操作系统的新的智能手机 那么全面出海这四个字 只会是一个实践问题 也就是说 华为呢 在下一盘大起鸿门操作系统 未来呈现在世界面前的 绝对不仅仅是手机操作系统 而是一个健全的 甚至覆盖了方方面面 包括物联网终端家电 汽车 手机 当然甚至包括电脑 那么都可以去进行适配和使用的一个 更为复杂的 更面向下一代的操作系统 前面我们介绍的是 华为鸿门系统的发展现状 那么有消息指出 鸿门超越谷歌新一代的操作系统 这种面向未来谷歌安卓的新一代的 叫做Fusha的OS 究竟又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FushaOS的基本信息 那么FushaOS呢 是这个谷歌研发的新系统 目的是要取代安卓系统 它是安卓系统的升级版 部分继承了安卓系统的UI设计 和界面的逻辑 FushaOS是一款面向多平台的操作系统 它的载体不仅是智能手机 还有平板电脑 笔记本电脑 甚至可穿戴设备 也就是物联网 那这一设计理念 这一诉求目标 对吧 瞄准的市场呢 和华为的鸿门OS 可以说是如出欲辙 2018年的1月份 有外国开发者成功用 这个Pixelbook 那么运行了FushaOS 也证明了FushaOS的开发 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展 2021年6月份的报道呢 这个谷歌已经向带显示屏的 初代的谷歌Nest Hub 智能音箱推送了FushaOS FushaOS融合了Windows Android iOS 后台管理的优点 FushaOS是一款面向多平台的操作系统 它的载体呢 我们前面说到了非常的多 那么交互逻辑的变化呢 也让FushaOS更加适合 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进行使用 而后台机制的改变 则可以满足笔记本用户的使用需求 FushaOS就像是一个Windows iOS系统的结合体 这两个系统中的优点都集成在FushaOS之中 比如说标签页 多任务 可供常驻的后台管理 直接返回桌面 而非关闭这个程序的操作逻辑啊等等 但是同时呢 FushaOS又是安卓系统的升级版 部分继承了安卓系统的UI设计和界面逻辑 虽然按照官方的说法 谷歌FushaOS是替代安卓系统 面向下一代物联网的操作系统 但是如果认为FushaOS已经非常成熟 甚至是超越鸿门操作系统 那么恐怕就是想太多了 去年的时候呢 谷歌在IO2021大会上宣布 目前安卓系统的活跃设备数 已经达到30亿台 这就意味着Android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操作系统 但是谷歌对此并不满足 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 谷歌一直都在开发一个可跨平台运行的全新操作系统 就是我们所说的FushaOS 并且希望以此来取代Android ChromeOS等现有的谷歌体系内的操作系统 理想很分满 但是现实却很骨感 尽管谷歌在去年正式面向市场推出FushaOS 但是却一直没有厂商愿意来推出搭载FushaOS的智能设备 这也使得用户始终没有机会体验到这款被谷歌称之为革命性的智能操作系统 实际上在这里呢 我们必须要说 我们知道操作系统在移动端 特别是手机设备之上 由于全球最先进的手机呢 基本上要么是搭载Android 要么搭载苹果 而且我们看到Android呢 当然三星来的最多 对吧 华为被打压之后呢 那么市场占有率就下降的比较厉害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中国有非常多的手机品牌 可是他们搭载的芯片呢 都是也是呢 要么就是高通的 要么联发科的 反正主流的呢 就是这样 那么也还是使用美国的一整套的体系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苹果的体系 那么苹果的芯片都是自主研发的 苹果的操作系统呢 也是自主研发的 未来呢 我们说鸿门操作系统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面向物联网时代呢 它的很多的家电产品的 物联网终端 不需要那么先进的芯片 中国呢 也都能够做得出来 可是他们搭载这样的操作系统之后呢 有个很大的好处 那就是呢 中国的电子产品 在全世界是最广泛的 对吧 是最多的 而且呢 整个供应链体系 从芯片到系统到各方面 是不受制于人的 因此只要在中国有最为广泛的 比如说这个手表呀 这个头盔呀 什么眼镜呀 反正方方面面 包括家电 只要未来都能搭载鸿门系统呢 那么可以说 华为鸿门系统将在一席之间 扑遍全世界 而美国方面呢 它的这个电子终端产品呢 在全世界的占有率呢 并不是那么的高 除了几个这个高端的旗舰型产品之外 从广度上来说呢 从这个受众的这个消费群体的 总体分布占比来说呢 应该说中国的这个智能终端设备呢 未来一定是全球最广泛的 那么鸿门能不能敲开 中国大陆如此之多的制造厂商 如此之多的品牌 他们的大门来支持鸿门呢 这就是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 也是成为和美国方面进行操作系统 面向物联网时代的一次PK的机会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了 谷歌的FutureOS操作系统 结果智能设备厂商响应着寥寥无几 这也是美国未来 在面向智能终端时代的操作系统的 它的推广上可能面临的困境 包括像汽车 中国大陆的这个智能汽车 我们说呢 包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等等呢 那么未来将会 包括无人驾驶 在全球的占比呢 也一定不低 有人认为可能会像今天的 智能手机的这个格局 而且可能更高 因为汽车使用的芯片等等 它是不受制于人的 所以未来的鸿门呢 它的机会点是在这一方面 而且我呢 是比较看好 而且我们看到 谷歌的FutureOS 它在推广预论之后呢 核心的研发人员的出走 更是成为这个系统的发展当中 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最近谷歌的FutureOS项目工程总监 克里斯·麦基洛普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自己已经正式离职谷歌 并发文表示 在工作十年之后 他离开谷歌 Future团队是有史以来 最优秀的团队之一 他还提到 期待呢 团队在未来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是时候进行他本人的下一次冒险了 实际上呢 这就是说一个客套话 那么和Future团队呢 说个再见 可见对该项目的未来发展呢 他这个核心人员的离职呢 也会对其造成重大打击 随后Future团队也在社交媒体上 确认了麦基洛普离职的消息 麦基洛普是一位知名的系统开发工程师 在加入谷歌之前 曾经在苹果公司开发过 第一代的iPhoneOS系统 在加入谷歌之后 除了主导FutureOS开发 他还帮助谷歌组建了一个团队 并且参与了第一代的 安卓TVOS的开发工作 作为谷歌FutureOS项目的负责人兼工程总监 麦基洛普的离职 让FutureOS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他离去之后 FutureOS项目究竟是否会继续进行下去 似乎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作为一套由谷歌完全自主研发的 全新操作系统 FutureOS自诞生以来 便受到无数数码爱好者的关注 根据相关的资料 FutureOS最早在2016年的8月 亮相于谷歌代码库和GitHub当中 那么当时谷歌将这段神秘代码 放在全球最知名的开源代码托管平台上面 但是却没有对爱好者们发现 做出任何的解释 只有一部分开发人员 能够从代码里面的蛛丝马迹 确认这是一系列和系统研发相关的代码 不过谷歌的高能并没有保持多久 在次年所举行的谷歌IO2017大会上 谷歌正式宣布FutureOS的到来 时任谷歌副总裁 那么就表示 Future是一个非常酷炫的早期实验型项目 他认为最有趣的点在于 Future直接开源 每个人都可以来查看整个成果并做出评论 与其他早期项目一样 Future也会不断的发展变化 而在同一年 谷歌为安卓用户提供了一个 FutureOS系统的UI demo来进行交互体验 这也是目前市面上 消费者唯一能够真实接触到FutureOS的体验 为此呢 我们看到这个国内外的各个网站之上 那么很多呢都是由自己的这个手机上 装上了这样的一个16兆的demo的一些应用 让各位呢 可以说是可以去做一些早期的 那当然主要就是在界面级的交互体验上面的一些感受 当然呢 可以看到相关的设计呢 是比较简洁 那也许是因为整个项目处于早期有关系 无论怎样吧 我们在2017年就看到了谷歌FutureOS的 它的早期的雏形 那么它的发展速度呢 可以说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惊讶 可是奇怪的就是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 我们却几乎没有再看到过FutureOS相关的消息 整个系统就像是被谷歌搁置了一般 直到2020年 谷歌再次推动宣传 Future才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 那么次年的5月份 谷歌终于向市场推出FutureOS 并且为第一代的Nest Hub智能显示器提供了一些系统级的更新 整个系统的面貌及发展方向也就变得愈发清晰 如果没有发生这一次 FutureOS的工程总监核心人员离职事件 那么FutureOS的前景显然还是被外界看好的 实际上设备大一统的梦想几乎是所有 就要去致力于实现下一代操作系统的厂家所共同追寻的目标 你可能会有疑问 已经拥有了安卓以及ChromeOS两大系统的谷歌 为什么还要这么大非周章的去研发一款全新的操作系统呢 想要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FutureOS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不同于安卓和Chrome FutureOS并不是基于Linux kernel 而是基于一个由谷歌自己研发的微内核的 这个ZeroCon那么开发的 采用自研微内核的好处主要就是两点 首先呢当然就是轻量化 ZeroCon它的微内核来自LK嵌入式微内核 尽管为了适配FutureOS系统的目标 现在已经改变的离原始的LK内核非常远 但是一些数据结构还是和LK内核高度相似 比如说它的内核组件极少 系统内核和功能组件相互独立等等 经过近十年的高速发展 如今的安卓系统已经存下了很多的不良设计 高达上一行的代码 让谷歌很难再次去重构这个系统 利用微内核重新来研发系统 不仅可以从初期的架构上就直接避免安卓曾经踩过的坑 而且更小的系统内核也使之变得更加精简灵活 也是易于修改 从现有的消息来看 Fusion是谷歌试图将整个谷歌生态系统 统一到单一操作系统下的尝试 因为足够轻量化的缘故 在不远的未来 我们不仅会看到Fusion的运行的智能手机 智能音箱 笔记本 电脑 那么甚至可能会看到 它也如同像鸿门系统一样 运行在各种智能手表 智能路由器 对吧 嵌入式设备上面 其次是它的模块化 FusionOS的设计充分考虑 现代应用的发展趋势 其核心独立于硬件规格 将每个应用中的功能 分割为多个构建的模块和功能包 让制造商能够根据设备的选择 FusionOS的一些功能 让同一个应用 可以运行在所有的设备之上 从手机平板到音箱手表 再到电视冰箱 不需要再像安卓这般 为手机和平板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FusionOS的模块化构架 带来了另一个优势就是 整个系统的应用 组件甚至是驱动程序 都可以非常容易的动态更新 甚至是动态删除 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安卓系统 一贯以来所带来的碎片化问题 还能够确保在系统更新之后 就不会出现应用不兼容的情况 对于谷歌所提倡的统一体验 也是至关重要 看到上面这些描述 不知道你是否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没错 这些所有的好处和功能 正是华为推出鸿门操作系统的初始的初心 或者说它的优势 从设计上看 FusionOS与鸿门可谓是一举同工 同样的微内核 同样的模块化设计 不同之处在于受到制裁影响 华为得以全力发展鸿门生态 直到华为生态出现规模 而谷歌的Nest Hub 才通过升级用上了FusionOS 双方的发展程度 发展进度已经不在一个等级上 正因为如此 在设备大一统的道路上 华为的鸿门系统显然是走得更快一些 而FusionOS可谓是前途未卜 有趣的是 对海外互联网大厂而言 研发模块化的设计的自研系统 似乎并不罕见 早在谷歌之前 微软曾经做过一次 模块化的系统方面的全新尝试 研发一款基于云计算服务的操作系统 号称主打功能是独立于软件的进程 目标是显著减少本地应用软件之间 以及硬件与软件平台之间的依存度 以此提高应用软件的兼容性 听上去呢 这样的诉求 这样的设计非常美好 可是遗憾的就是 微软在2015年宣布解散了当时的这个项目组 除了当时的Windows根深蒂固 用户不易接受之外 Windows团队根本就不配合 以及移植全部的Windows功能代价 不可接受等等原因 使得这个概念超前的系统最终没有能够走到前台 那么问题来了 时隔数年之后 同样主打模块化设计的Future OS 前景又是如何呢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项目 短时间之内并不会被谷歌所放弃 对于谷歌而言 Future OS就是一个完全自研的 全新的面向下一代的这个安卓系统 那么基于一颗全新的谷歌自主研发的内核 运行在全新的谷歌自主研发的SDK之上 使用的也是全新的谷歌自主研发的编程语言 谷歌甚至可以放弃Linux 以及GPL甚至可以放弃Java 以此来确保自己对于Future OS完全的控制权 总而言之 不管是从谷歌的体量来说 还是从系统本身代表的意义来看 Future OS都是不可能被轻易放弃的 然而官方支持是一回事 用户能否接受才是Future OS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俗话说得好 万事开头难 用户的使用习惯也是最难改变的 正因为用户对于安卓系统粘性过高 Future OS的推广进度一直非常的缓慢 目前也只是推送到谷歌的一些智能音像之上 而且几乎没有为用户带来太多可以感知到的变化 作为行业巨头 谷歌当然可以说服开发商 在一些功能当中编写一些应用软件 但是比起全力推广的Future OS 谷歌似乎还是倾向于稳扎稳打 在发展安卓的同时继续推进这个系统的研发 正因如此 对于Future OS来说 全面取代安卓系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不管是成千上万基于安卓系统的软硬件开发者 还是数一名使用安卓设备的忠实消费者 想要一招全面进行替换 取代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谷歌向华为学习 询息渐进的淡化掉 安卓系统来强调Future OS的存在 但考虑到安卓的商业价值和必要性 这一切又显得不可能发生 有时候可以说幸福的事情未必就一直会美好下去 谷歌公司坐拥安卓系统 而苹果公司现在的操作系统iOS也是足够的优秀 两者市场占有率也是有目共睹 那么对于面向下一代操作系统的努力上 无论是安卓还是苹果都有现有操作系统优势的包袱 而华为鸿蒙系统根本没有任何的选择 除了成功就是走向死亡没有备选方案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路径可以去走 所以鸿蒙系统会在目前的设备统一性优势的基础之上 不断的进行研发创新 合并国内各大制造企业进行合作 那么搭载更多的物联网智能终端设备 如果大家认为未来的操作系统只看手机系统的搭载量 那恐怕就是错估了物联网时代 物联网智能时代 智能设备对于操作系统的需求 而这一点正是华为鸿蒙系统现在正在下的一盘大旗 可以说好戏刚刚开始 我们持续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by bwd6